你以为言论这个东西是不复成本的,但是实际上它是具有极大的阶级势力性的。什么阶级的人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,然后无比纯洁的自同道合。 我跟你们这些纯粹只讲利益的庸俗分子是绝对不一样的。请注意,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,包括我老人家本人,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这么想的。 那么,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庸俗、庸俗、庸俗、贪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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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只供利益的人,只有我们这些极少数高尚、伟大、英明的分子,没有我们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,简直难以想象。 但是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?第一,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时候对贵族或资产阶级以人民代表之居,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愿意跟人民会在一起,他们认为他们至少是人民导师。 而他们坚持着他们自己不讲利益,无比高尚的意思是什么?这里面也是一个抢不到阶级策略,就是说,你一样资产阶级不是比我有钱吗?贵族不是比我们有势吗? 我们不讲利益,不讲利益对我有很大的好处,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利益。而你们本来有很大的利益,现在你们不能讲了,哈哈哈哈,现在我们平等了。 平等的结果,为了使大家平等的结果,就是你们要牺牲很多东西,而我什么也不用牺牲。当然,实际情况绝对没有这么便宜,但是这个策略绝对不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高尚而且伟大。 无论如何,其实这一套理论当中,古之院背后也是有强烈的阶级背景的。什么人跟你自从道合?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,他嘴上习惯挂了他一套话术,在你看的是足够顺耳的。 你仔细考察一下,话术的背后全有阶级背景。不同的阶级背景会自然而然说出不同的话术来,只不过你只看话术的时候,你想不到背后的阶级背景。 所以你在选择话术的时候,你已经实际上对阶级背景做了相应的选择,即使你还没有有意思弄清楚这一点。 然后,当你选择了可能跟你顺耳的阶级背景的时候,你很可能就被你隐秘的,而不是你装逼装出来的那个阶级背景一路脱下去,然后脱回到你内在德性所涌起的阶级,而破过了本来可以有的阶级上升机会。 例如,马克思他们家是一个典型的阶级上升,因为他走基督教的这个路线其实是走对的,大致上进入了普鲁士王国的社会,他其实是一个成功典范。 但是如果你算错了,无疑是被你隐秘的愿望所拖累的话,你就会顺着相反的道路,以为你在上升,其实你却是一路下降下去了。 而这个背后如果认真分析的话,其实也跟你自己的出身有相当密切的关系。 例如,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种族主义国家,尽管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话术,这话术的意思就是说,你不要光说我坏,哈哈哈哈,你不是也很坏吗? 中国宣传印第安人、黑人什么什么的,绝不是说他自己打算在西藏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实行种族平等,而就是这个动机,你一天到晚说我坏,我已经快要受不了了。 我很高兴地发现,其实你也很坏,而且我要大肆去用比你更大的力量去宣传。 而你呢?上等人对下等人其实只是一个无意识的本能,是不系统的。 而下等人对上等人的不服气本来也是不系统的,但是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,他就可以,不是没有先锋队的理解领导无传接约就是不行吗?这话是完全正确的了。 他可以把一些无系统的东西整合成系统,让你看到上等人其实也是很坏的,对不对?建立了几套坚不可摧的、貌似跟上等人的理论一样有理的理论,使你觉得哈哈哈哈,其实原来不可如此如此。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还是挺不错的。 好,现在它很爽,而且是什么欢迎议可救的方法的以置可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